现在是下午的五点四十 刚刚下完回来 准备去菜场买点菜 前几天去菜场买菜的时候 那个猪肉不是僵了一点的吗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再便宜点 如果便宜就买点点吃 走吧 我们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算成都前几天都比较凉快 因为每天都有下点小雨 今天没下雨 太阳一出来就感觉好热 还是觉得下雨凉快一点舒服 下午出来买菜的人都好少 我都没有看到有什么人下午出来买菜 一般都是上午买好 然后吃一整天 来到菜市场了 菜市场门口这里 有很多农民在这里卖菜 又新鲜又便宜 我们先过去买点菜 来到菜单 今天的菜都还不错 挺新鲜的 大家看一下 先买点这个辣椒 这个辣椒好新鲜 再买颗苦瓜 这个苦瓜也不错 再买点竹笋 这个竹笋也好新鲜 再买点这个蒸椒 这个豆椒也好嫩 再买点青菜 买好菜了 去看一下猪肉 卖多少钱一斤吧 菜市场外面那里 有一件卖猪肉的 来到肉汤 大家看一下 这个肉认的是好便宜啊 才23亿斤 总值19亿斤 过去买一点吧 现在买完菜回来了 买了一点菜 买了一点肉 花了油 50块钱 三层多斤的猪肉 真的是油降价了 才卖23亿斤 大公仔又可以大口吃肉了 朋友们 你们所在城市 现在住了多少钱一斤呢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